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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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 针对反恐法规 同一指挥机制 反恐部队编组应用 勤搜整合 反恐任务训练 反恐装备 反恐预算等 作为 请述规划并完成 法规制订定 并与世界各国 建立反恐合作关系 提案任委员陈振湘 张凯成 黄伟泽 江启成 蔡景龙 林玉芳 连鼠人委员 李同浩 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次会议的议事录有没有遗漏或者错误 确定请议事员宣读讨论事项 宣读本日议事日程 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 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辅导条例第二条及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二审查本院委员杨毅雄等18人拟据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条例 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 现在介绍与会的委员张凯成委员 杨毅雄委员 列区的官员退附会的副主委姓小辉 中规处副处长简世锋 服务照顾处处长林高智 救援养护处长赵秋云 救协就业处副处长慈玉兰 救医保健处的副处长黄鸿基 事业管理处专门委员张晓珍 退出给副处处处长王德本 人事处长蔡英良 会计处长林顺玉 法规会执行秘书黄敬兴 国防部副总长兼执行官普泽春 座基次长周浩宇 人事处长徐岩普 法规处处处长杨敏良 事规时的人力士处长 人力资源处长傅政荣 法务部检察官蔡蒂青 财政部国税财务组副组长李智慧 行政院主纪总处公务预算专门委员 征焕洞 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副处长庄宏军 现在我们请提案委员 杨委员就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 第二条条文修正案的草案 做修法说明 主席还有各位列席的主管机关的 各位官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想本期这次提出来 这个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条例 第二条的修正 主要第二条是在界定 我们国军一些退出于官兵的资格 那当然当中之前也涵盖了 这个金马自卫队参加823战役 也被核定为这个 我们这个退出于官兵 事同退出于官兵 那么受到这个国家 在晚年的照顾跟照顾 那事实上 金马民防自卫队 在从我们两岸对峙以后 长期 长期参与 在金门 马祖 离岛这个防务的工作 那么其实当中 不只只有823重大战役 包括我们这次主要提的针对619 那时候的这个战况 或者是炮战的激烈程度 平均五倍于这个823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些曾经为我们国家 在前线跟着我们国军一起束手 而且抵抗这个大陆这边 在那个时间的一个抗争过程当中 所做的这个牺牲 我们应该要给适度的一个招呼 所以这一次我提出修正 就是把这个金马自卫队 凡参加过金 我们国家重大战役 我们都应该认定为 是我们的 我们跟 等同一国家退出于官兵 那么也应该得到国家 再晚年的照顾跟照顾 在这里恳请大家支持 谢谢 谢谢杨委员 请复大会的军副主委 就行政院行情审议的 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条例的 第二条第三条的条文修正草案 以及对于杨委员的提案 做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先进 各位女士先生 感谢大院会委员会 审查 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条例 第二条第三条修正草案 本人应邀列席报告 深感荣幸 金门马祖民防自卫队 任务属于战地政务 虽不具军人身份 但仍需参加定期操练 搬运物资 运送伤员 等种种军事情物 而金门619炮战 经国防部 在103年12月19日 和任署台海保卫战范围 为关系国家安全之重要战役 且作战的规模与重要性 等同823炮战 为感念 他们保家卫国 牺牲奉献的精神 将其纳入本会 新增服务对象 给予适当之服务与照顾 令配合行政院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 更名为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 原 拟据本条例第二条 第三条修正草案 共计修正两条条文 本修正草案完成后 并未影响原来的服务对象 农民的权益 令本法案服务照顾对象 军属已遇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有助于更加完善 长期照顾之立法政策 敬请各位委员指导与支持 接着 请本会救养养护处赵处长 报告修正草案 相关重点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辅导条例修正草案重点说明 报告人辅导会 救养养护处处长赵秋莹 检就政策目标 修法重点 法令影响评估 与原额及经费影响评估 预期效益等 栽爆如后 第一项 报政策目标 金马自卫队员为国牺牲奉献 除参加民国四十七年八二三 台海保卫战役者 似同退出于官兵 令参加经国防部核定之关系 安全之重要战役者 也并同纳入辅导的对象 二 修法重点 经国防部核定之关系国家安全之重要战役者 如619炮战之金门马祖 民防自卫队员 原拟据本条例的第二条第三条修正草案 修正要点 如后 一 修正条文的第二条 曾参加第一项第三款 及其他经国防部核定之关系国家安全之重要战役者 并同纳入照顾辅导对象 并定名其生效日期 由辅导会报请行政院核定 二 修正条文第三条 配合修正条文第二条 第二项锁定辅导会之 咸称的简称 第三点 报告法令影响评估 现行条文的第二条 第二项规定 金门马祖民防自卫队 曾参加民国47年823台海保卫战役者 自民国90年元月1日起 似同退出一官兵 就基于这个条例 所以金门619炮战 虽然经国防部核定为关系国家安全之重要战役 为受了上向 也就是刚才报告 金马自卫队823台海保卫战役者的规定 如果要扩及金马自卫队员 就是619的金马自卫队员 则我们必须要修正这个条文 使能将取等 也就是金门619炮战 这些金马自卫队员 纳入我们辅导会的辅导照顾对象 结局报告原额及金费的影响 我们是依金门县政策提供 民防自卫队员参加619炮战的人员 取得农民身份人数是1494人 我们在1823战役金马自卫队员的救养比率 现在是19.85 推估这1494人 符合公费救养资格的金马自卫队员人数 为297人 那再以这297人 每年的公费就其救养 还有三结未愿金 急难救助金 农民农券的健保费 我们合计计算是1亿600万 但是如果这个条文是从2月生效的话 这个1亿600万会降到9700万 还要往下降降下去 这个是做补充说明报告的 第五项 预期的效益 本案金马自卫队人数仅1000余人 所需经费不制造成财政的负担 而且人员均由金门县政务来和任 那本法案照顾辅导对象 刚才我们的副组委已经报告了 就是都属于70岁以上之老人 对这些老人如果加以关怀照顾 有助于更加完善政府长期照顾 以及立法院的立法政策 结语 感谢各位委员的指教与支持 我们起始 我们本会退补工作 更争完善 然后永续的传承与发展 报告完毕 好 谢谢 现在 寻答开始 本会委员6加2 非本会委员4加2 10点30分 发言登据截职 下面请黄伟哲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退补会金副主委 以及各位列席各位长官 我们国防部副参谋总长 蒲将军 以及各位列席各位首长 是不是请一下副主委 请副主委 王委员好 副主委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619炮战 事实上是发生在 823炮战最后几年 大概一年十个月 一年十个月 但是 他这次 这个被 这个大家 刚刚杨委员的提案 还有这个政院 行政院的提案里面 为什么这么久 才被想到 也要列入这个修正案 中间的落差是什么 你们的思维是什么 就是说 是经过民众的陈情 还是说你们原先都没有想过 原先都没想到 应该再早早在 退出于官面扶导条例 第二条第三条要修正 早些年 就应该将它列入 您刚刚提到了 刚刚也 这个你们处长也报告了 说如果是二月生效的话 是九千多万 是吧 是 那如果是早一些生效 是一亿多 可见这个人数在凋零中 是 对不对 那台湾来讲 早些年经济情况 会更好一点 对不对 那你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没有想到 你们自己把人家 619遗忘了 还是怎样 所以这个时候 还累积这个委员提案 委员提案之后呢 行政院才提案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的那个 当初的用意是什么 当初的想法 是如何 是619根本就不重要 还是怎样 本会是根据国防部 在103年12月 核任619炮战 为重点 那请副总长 请副总长 您告诉我 突然间一觉醒来 国防部就 这个佛心来的 还是怎样 我也好 那国防部 现在退估会推给你们了 说你们这个时候 103年 去年10月才跟人家讲 你不讲 他们都不知道了 你们国防部 暂时是怎么研究的 我们也是接获了 有案子吧 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 我们才来 是有案子提出来 是怎么 来我们会 审慎的这个来审核 是怎么个案子提出来 我们前半人 把那个原委 行行 来告诉我们 让我们大家 参详参详 我要跟委员报告 我是广播的人事市长 市长 这也是我们在 103年的时候 我们接获到杨委员 来跟我们做一个反应 你看 杨委员 杨委员没反应 你们就当没这回事 报委员因为 这件事情事隔了 他是民国49年 6月17号 历史就在那边 是 你们审视历史的时候 突然间想到 哎呀 还有这个619给忘了 这怎么回事 你告诉我 我不了解 47年 49年 我们都还没出生 但是 你还没出生 我也没出生 所以 我们也对这段历史 也跟委员报告 但你的长官出生了吧 你的长官出生了吧 你又你没有出生 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出生啊 那所以说 我没有念到这段历史啊 我们这段 对这段历史的记忆 是模糊的啊 那你们都还记得 齐齐抗战 报委员 这也跟委员报告 因为在823 民国47年8月23号 当时的金马自卫队员 对啦 你跟我讲说 你可以告诉我说 你们理解说 理解中 国防部的战史 或者说 这个国共的 这个战争史里面 为什么这619 是被遗忘那么久 你还自费参战 自卫队员 这个服装 装备 还自己买除了枪弹 跟枪之外 那你要自费参战 你给人家弄了这么久 那到底问题是在什么 你要退伏会说 国防部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国防部说 杨委员提了 你才知道 那退伏会说 国防部提了 才知道 那千金难买 早知道 人又已经往事了那么久 我说真的啦 蓝绿不用分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个历史 就是这样子 我们常常在讲 军人福利的时候 讲说 军公教 军公教 你还讲说 军公教有时候 不见得要划分在一体的 为什么 因为军人是把命交回国家的公园 那是不一样 是保家卫国的 可是你要自卫队 是把命交回国家 还自己买钱 自己花钱的 那你们的心态是什么 可以告诉我 报委员 之前有个委员报告 有没有要对 619 参战的 这自卫队员 已故的 要不要表达一点心意 跟他们质疑 事实上最大的 这个敬意 事实上最高的敬意 所以跟委员报告 因为在103年的时候 杨委员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非常认真的去研究 因为在民国47年 当初823的 基马自卫队员 都已经在民国90年 纳入 619的这个产业的程度 是跟比起来 是可以说是5倍于823炮战 因为它落弹了17万5千多发 平均一天是5万8千发 单位落弹量还是天 平均每天落弹量 平均天的落弹量 平均天的落弹量 5万8千发左右 是5倍于 因为823炮战是44天 是53万多发 平均天大概是1万2千发 所以它的落弹量是5天 是它的5倍左右 5倍左右 那因为也跟委员报告 因为在823 当时的基马自卫队员 在民国47年 自卫队员都已经纳入了 那因为可能金盟的这些乡亲 因为后面在47年之后 在48年跟49年 加入自卫队的 这些自卫队员 因为年纪也逐渐的老迈 那他们也可能透过各种管道 跟委员来做一个反应 那当委员这个 我觉得其实这段 被大家遗忘的历史 除了这个我们 所以说修修法 该给的这个给养 该给之外呢 我觉得其实在战史上 你不能够忘人家 是 应该的 好不好 我觉得这部分跟蓝色绿色 是跟着没有直接的相关 但是我真的认为说 这里是对人家有亏欠 另外 这个 来推幅会 花莲荣誉国民之家 智学分布 那请问一下 这个在59年成立 花莲就业训练中心 安置农民就业训练 83年又更名了 那为什么 在102年11月1号 配合族改 跟花莲荣誉家 改制为花莲荣誉家 智学分布 那到目前为止 族改了 可是为什么 你们现在 这个智学分布那边 却腾空到现在 可以告诉我们吗 你们那个智学分布 是怎么回事吗 是 智学分布它位于 成为文子馆 整整两年 是成为 它在寿风乡的 这个9号公路旁边 那么本身 它是很好的 一样环境 可是因为 过于偏乡 所以我们在那边的 占床率 从民国99年开始 它就一直低于70% 那么到了101年的时候 就降到66% 然后每一年 都有2%的往下降 所以我们考虑了以后 它这个占床率 一直往下降 随着老城凋零 一定的 竞争 就是入住的人 又逐渐没有看到 这个入住的人 那你们对于 智学分布的计划是怎么样 如果这个时间 会解决一切 时间解决掉了 那怎么办 我们当时有 你怎么活化这个机构 是 花莲县政府 有正式行文给他们 说我们有这么一块地 占地将近10公顷 那么而且很方正 那么又在东华大学 它的一个大学城的一个 都市计划的一个土地中间 它也是一个养生为主的 一个老人安养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地幕 那么所以在都市计划的范围之内 我们请花莲县政府统一来考 我建议你们跟地方政府 在考量怎么样活化 或者是能够委外 或者是能让民间 或者是能让一个社服 我觉得其实多方向去思考 因为你们人在那边 设备在那边 但是这个使用率一直降低 是坦白讲 对国家资源是浪费 好不好 是 我们会尽量地来活化这块土地 好 谢谢副主委 谢谢委员 谢谢黄委员 杨英雄委员 主席 大家好 首先在这里 还是要感谢黄伟哲 赵伟 对整个事件的支持跟理解 我想刚刚黄赵伟讲 真的 这是不分难力的 虽然这是一个持来的正义 但总比没有让人家理解 让大家去重新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终究这样还是一个好的结果 好 是不是有请我们副总参谋 还有我们副主委 副主委跟副总长 我想先请教一下副总参谋长 你是不是知道 智慧队退役年龄是几岁 金马智慧队 女性是35岁 男性50 50 所以这段历史真的讲起来 金马智慧队这段历史 讲起来真的是 台湾很多乡亲很难理解 我也有参加过智慧队 我16岁就发枪 高中的时候16岁就发布枪 要放在家里面 要保养 每年最少要两次的训练 一个寒假一个暑假 那么如果有全导演习 还要参与整个演习的工作 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但是在居住在金马这些智慧队 他如果要离开金门马祖 那么他可能在35岁之前 他是要把服兵役再补完了 如果没有 他要留在金门马祖 他其实等同 虽然他不是每天在服秦役 但事实上就是跟着我们的国军 真的是在保家卫国的工作上 一样的占用那个时间 除了工作之外 我们还肩负着这些责任 所以金门马祖自卫队 在我们可以讲 在这个解研之前的整个 在前线的这个情形 包括其实他以前接受的待遇 都是很不公平的 早期甚至于衣服都要自己买 衣服都要自己买 也没有连餐费都没有 甚至连吃饭都要回去 当然后来国军也做了 我们国防部也做了一个补偿 我想这个都是过去的历史 那么针对这一次 我们这个619 49年的这个战役 从整个战史上我们去看 刚刚一讲 他的惨烈的状况 是五倍以八二三 当然我本人以前也是不是很注意的 所以当接到这个乡亲的反应以后 我在大概去年初开始提出来 我在这里必须要赞赏我们国防部 真的是很快的 看清了 原来这是这一段 欠的公道 应该给他们回复过来 所以在7年12月19号 就把这个战役认定为国家重要战役 那么接下来当然又碰到 事法的问题 他这个身份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第二条 我刚才讲过 第二条涵盖面只有八二三战役 那事实上 只要是重大战役 我们就要视同 他是退出官兵 再晚年给照顾跟照顾 在这一点 我觉得国防部在积极度这方面 也很快做了一个认定 那么退伍会 我也必须感谢你们 很快也跟行政院做了一个报告协调 那么你们版本也出来 我希望说今天 我们这个法条的修正 能够赶快通过 那么你们也能够很快报请行政院 让这些晚年的这些 参加战役智慧队员 得到他们的照顾 我给你每年都在凋零 今年金门破纪录 到现在已经五百多 为我们的乡亲往生 这当中啊 这当中大概三分之 快一半 就是这一些 所以刚刚讲 黄伟哲讲 黄伟哲委员讲 事实上我们要对往生的那些 道歉 还有跟他们至上建议 这是这一部分 谢谢 那么是不是 副总参 那副主委 20号的事情 每次完成了 你知道 就是台北农民总医院 那么跟我们金门 卫生福利部的金门医院 还有这个 我们金门县政府 共同经营金门医院 那在这里 没有连出逆气的答应 恐怕没有那么快的结果 这个我要感谢你 那其实 主委在20号 他自己也表示的很清楚 金门是大概前台湾 农民比例最高的城市 他那天讲说 我第一次执行他 就是这个议题 他说他真的不知道 后来他这一次 把很多数据都提出来 那么金门乡亲 在后送的过程当中 在医疗这部分 也一直是以农总 为主要的一个医疗的 一个组织的一个医院 而且北农对金门的 长期支援 从93年就开始 所以事实上 金门离岛的医疗 跟本岛很大不同 就是他没有替代性 金门就一个医院 没有替代性 他的时间差 他就往往让很多 关键时刻 让我们能够把这些 人命救回来的都流失了 在台湾 你再怎么偏眼 你很可能一两个小时 我在这个医院没有 一两个小时 我还可以找到另外医院 但离岛就没办法这样 那么这一次讲真的 我20号 卫生福利部部长也去了 主管的几个部门也去了 那么我们主委也带着北农的院长 甚至是北农的 所有主要的主管干部都过去 我相信我们这一次的合作 当然会给离岛 特别是金门的医疗 带起一个非常高的提升 但是我们也希望 就是退伏会在这个区块 里面要督导台北农总 让他把医护资源的 这个人力还有管理 来让金门这个医疗提升 事实上 我们也提供了不少的条件 给他们 北农在台北管了七个分宴 几乎都是在付出 人力也不足 资源也不足 但是在金门 我们县政府那一天讲 最少一年给两亿 只要提出计划还可以给 那么我们金门本身的公保生 金门县政府的公保生 医疗公保生 大概将近一百位 所以我在想说 我也跟北农的院长谈过 其实这些未来甚至于 都是变成北农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人力之言 可是在这磨合过程当中 我觉得退伏会应该本于 金门是所有农民比例最高的一个县市 就应该去照顾照顾他们 那么也应该说把金门乡亲的医疗 提升到一个程度 更可能 北农在跟金门合作的这个招牌 我认为未来在两岸 一定会发亮 我前天到厦门 厦门也看到这个新闻 厦门很多甚至于官员就跟我讲说 你们台北农总来了 如果做得好 我们的病人能不能到那边就医 他说最少最少 你们的健诊 你们的健美 我们都可以过去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合作 对三方都是好的 我希望说这个退伏会在这方面 多加督导 把这美事做得更美 谢谢 我们会努力达成 谢谢杨委员 高金苏美委员 谢谢主席 是不是有请我们的副参谋总长 请副总长 请问一下 至于武林农场跟福寿山农场 是属于我们国防部哪一个部分 退伏会哪一个部分来管辖的 谁 辅导会 那我们请辅导会的副主委是不是 是 好 谢谢 委员好 好 我父亲也是军人退役 他是宪兵退役 事实上昨天我才从和平区下来 我走的整个中恒公路 我感触非常的多 因为我父亲说 当时有非常多我们的老农民 就在那边去开辟了那条道路 那当然就是大理山地区 跟我们的农民之间的互动 长期以来 这个历史渊源我都明白 但是副主委 您清不清楚知道 现在园民会原住民 已经有了一个原住民基本法通过了 是 而这个原住民基本法您看过吗 我没有仔细看过 好 本席在这边建议你回去翻一翻原基法 是 已经通过了十年了在理法院 是 大理山地区以及大同乡 都是在原住民传统领域的范围之内 是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部分呢 武林农场 我上去了之后 我的乡亲 非常的暴怒啊 武林农场长期以来 跟我们在地的原住民的互动 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副主委 匡西在这边要求你们 你们不可以占地为王啊 你清不清楚知道 武林农场当时有一个叫做七家湾西 顾名思义 七家湾西就是原住民有七户人家在那里 那因为你们来了 把这个七户 请他 请他牵走 而且连一点点的补偿 赔偿都没有 然后现在呢 你们在那边占地为王 把他圈起来 连我们的乡亲进去都要拿身份证去那边 去登记才能够进去啊 副主委你知道这个状况吧 知道 知道 为什么长期不改善呢 你认为这是应该的吗 中华的民国宪法 有要求我们人民进到他自己的传统领域 还要拿身份证去登记吗 你觉得这互动是不是太差一点了 副主委 是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按照委员的希望 怎么努力 请您告诉我 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说 有关于原住民在进出农场的时候 所有的停车 入车 入到农场的入境 那么这一部分的这个收费的这一部分 我们会检讨 给予优免 第二个就是有关于保险的问题 我们是希望能够给 这个所有在当地的原住民 也都能够享有这个保险的照顾 好 副主委您知道吗 您的那位厂长我昨天见到了 他是空军中将 我告诉他 你跟老百姓的互动 不能够用你军人那一套啊 你不是管理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 你是要跟当地的老百姓互动啊 他告诉我什么你知道吗 委员你咨询的是归你的 但是我在立法院我要如何跟其他立法委员交代 我请问一下在场的两位委员 如果今天我要求我们在地的福寿山农场跟武林农场的互动 跟我们在地的乡亲好一点 其他委员会反对吗 赞成嘛 他讲那个是什么话 他讲那个话就是所有军人的那一套 副主委 我要求你 我也是军人子弟 我们有一些军人到了部落去 跟乡亲的互动 绝对不能够用军人的那一套 你竟然到了我们在地的原住民的地区 一原金法要搞清楚 你不是军人空降到这个地方来啊 你是占地为王啊 原住民以前为什么叫七家村 我刚刚就说过了 有七户人家 因为你们要进去 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农民在那里有一块七身之所 所以我们非常的委屈 也没有跟中华民国政府要任何一个补偿金 我们就离开那里了 然后在地的乡亲要进去 还要拿身份证去登记 连停车都不能停车 然后你们在那边赚了一些费用 也不跟这样乡亲有一些互动 我们的乡亲想要办个活动 希望你们给点小小的经费 摸彩的经费完全没有 你觉得这样对的吗 傅作 我们会检讨改进 还有你们的樱花季 80%都是从大同乡过去的 然后大同乡的乡亲一直在抱怨 当然带来了你们福寿山 或者武林农场的一些收入 可是吃苦的却是我们在地的老百姓 所以当你们在推动这些旅游动线的时候 能不能跟我们在地的乡亲协会一起配合 我们共享这块观光发展的经济收入 不是你们做你们的 然后跟在地的乡亲是毫无关联的 副主委你觉得这样子对吗 我们觉得应该要跟当地的百姓 还有我们所有的跟这个观光资源有关的地方政府 是不是 都有 所以你们那位厂长 其实他回去了以后改变他的思维啊 当我在跟他提这个意见的时候 他完全是不接受哦 所以副主委今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我要求副主委派一位跟这个相关的有决策能力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在负责这个 是资源规划师吗 不是我们事业管理处 是谁 事业管理处 他也没有决策能力 还是要请副主委或者主委到我办公室来 我们来谈谈我们后续如何跟和平区的相亲 还有大同区的相亲 怎么样共享所谓的观光资源 让你们也赚钱 部落的人不要只是留下垃圾 留下他们的尿尿 而部落完全交通受阻 完全没有分享任何一个利益 您觉得呢 是这个国家管理处 武林的这个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 也会在这个当中会来协调这件事情 好不好副主委 您看您是派谁到我办公室 我们好好的跟观光局 包括你们所谓的什么 您看我听不清楚 事业管理处 我们来怎么样把大同区和平区 这两个乡泰亚乡 怎么样共享整个观光资源 然后怎么样跟在地的相亲互动 你同意吗 同意 好 那您觉得您要派哪一位来 是您自己来 我自己来也没问题 好 那我就欢迎您自己来 是 我们约这个礼拜好不好 是 好谢谢 我们会跟我们办公室 谢谢高军委员 谢谢 我请我的办公室助理跟你们联系 我们主管这个业务 有另外一位副主委 所以副主委 你同意我的说法对吗 同意 是 现在有请陈正江赵伟 有请君副主委 副主委好 副主委早 我想今天讨论这个题目 619炮战 有关自卫队的问题 我想应该是一个亡羊补牢了 我不知道 因为基本上我想你我 我们都在军中待过这么多年 我们在金马地区 都有都非常了解 金门自卫队对于地方 对于国家的一个贡献 今天能够做这个讨论 朝野能够有这个共识 能够给他们做一些补偿 我想这是很正常 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对于 以后像这类的问题 我们应该 具细无疑的 一次给它搞定 不要等到事后这么多年了 再去做一个补偿 我想这个工作会已经 愿意已经造成了 这个是 没有必要的 同时我也想 我想金门马祖感受最深了 我们整个的国人 对于这个战争的远离 好像现在感觉到很自然了 请问两岸有签订 所谓的停战协议吗 那个副总长 没有 您上来讲上来讲 有没有签订 所谓的停战协议 各国委员报告没有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 只是一个默契而已 所以马总统讲的 九二共是一中各表 就是让这个 永远不要再发生战争 所以本期在这边 我想我们大家要珍惜 金马地区 所有当时参战的官兵 包括自卫的 他们的贡献 我们应该予肯定 同时我们要了解 和平的重要 今天台湾 是所以后来能够 所谓的经济奇迹等等 就是因为没有战争 那我们也期盼 今后不要有任何政党 在挑起这个不必要的争议 你认同吗 认同 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您请坐 其实我想 副主委 是 这个问题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启示以后 也证明了我们在退不会 我们对于 以前的这些我们有关的 对于所谓的退主义官兵 辅导的这个区块 因为时空的变迁 它是有改变的 那我们也就证明了 这些行不通的 或者是做得不足的 应该端起来 做一个全面的检视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本席也一再地提醒你们 增兵到木兵 一个重大的改变 辅导会 你扮演的角色 绝不是针对当初大陆 拨迁到台湾来的官兵老兵 对我而已 你们还要承先起后 对于现在和未来 可能形成的老兵 你们要扮演一个角色 这样子 你们才有存在的功能嘛 否则的话 那就自然淘汰了 是 你认为呢 是 我认为 周伟刚刚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我们会针对 我们现在目前兵役制度的重大变革 那么以前我们早期辅导条例 设置的时候 它是以早期民国38年 从大陆来台的 这批老兵的服务照顾为主 那么这批老兵 现在目前也逐渐在凋零当中 那么同时呢 国防部现在已经把兵役制度 从征兵制改为征募并行 那么将来会以募兵的这个 退伍的退出于官兵啊 为我们服务照顾对象的一个改变了 我们会把这个从就学 就医就养的这样一个服务重心 把它转移到就学就业为主 你们要了解啊 原本征兵 原本征兵 他们退伍的 那个时候退伍的成员 多半都是中高阶的 而募兵完了以后 中高低都有 而且重点的量的需求 是在中低以下的 换句话说 你现在的组织结构 如果说是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 你就应该做一个 有计划 有步骤的调整 能够适应现在跟未来 你才能够找到可用之兵呢 如果说你们不去这样去做 你仅仅是将以往的这样延续下去 你没有功能 我今天为什么要跟你讲 你是事务官啊 对不对 你不管未来的政府怎么样变革 你是最重要的一个成员啊 所以说 今天你们主委说 不来 说你来我同意 但是你要晓得 你要怎么样延续这个问题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 募兵制 推动募兵制的战刑条例 你最不会承诺了很多的 法律的修正案 法规的修正案 以及有关命令的这个修正案 你们推动的状况怎么样 是不是能够在预期的时间完成呢 是我们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针对我们现在目前 募兵制战刑条例第五条第十一条啊 里面相关跟我们辅导条例有关的 我们总共做了新增的一条的修正 另外我们修正了其中的七条 也删除了一条 那么所有的这个部分我们包括了我们自己内部的 也跟国防部还有相关的部会啊 包括内政部我们都有召开跨部会的会议 那么每一个礼拜每两个礼拜我们都有一个作业平台啊 再来这个针对这个募兵制战刑条例的跟我们辅导条例有关的我们备合修正 所以说这个目前的进程都按照这个管制 我想既然你们已经纳入管制了 我希望你们要自我要求 你们应该对行政院负责 不仅仅是对我们立法院负责 对不对 我要这个问题 而且要对未来我们的募兵制负责 你要晓得这个募兵制为什么要这样做 将来我们国防部他能不能够留优态烈 能不能够长留久用 我为了这个事情本系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因为军种的不同 宾科的不同 专长的不同 他的长留的长多长维度 你怎么样多长的一个这个成员 他是有功能的 到他某一个点以后 他会功能衰减的时候 就请他到辅导会去就业 而且这个就业的工作 跟他原来的工作 能够衔接是最好 如果不能衔接 让他能够顺利的转换 这才有诱因嘛 不是吗 是应该的 在他退前 我们也想办法针对他军中的专长 来做退伍 进入到社会的相关的专长的衔接训练 好 我最后一个问题 有关荣服处 荣家 荣医 三合医的做法 我去看你们 看你们这个考察的时候 也讲得很清楚了 你荣服处 是替 这个地区的 所有的荣民服务的 荣家是大家的家 不是仅仅只有在里面的这些荣 这个住院的这些人的家 那怎么样能够结合到一起 跟荣民医院的功能结合到一起 这个才有意义 你才有存在的价值 是 否则的话 老兵老农民凋零了 你就关门了 是 事实上你该做的是很多啊 对不对 是 所以我想在现地我也跟你说过了 我今天特别在此地再强调 谢谢 谢谢委员的指导 陈欧波 陈欧波 陈欧波委员不在 杨立环 杨立环 杨立环委员不在 江乃兴 江乃兴 江乃兴委员不在 李学章 李学章 李学章委员不在 苏清泉 苏清泉 苏清泉委员不在 赖政昌 苏清泉委员不在 李贵敏 李贵敏 李贵敏委员不在 陈欧杰 陈欧杰 陈欧杰委员不在 许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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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林一方 林一方 林一方委员不在 李同华委员 主席这位同仁政府官员 大家早安 可不可以请 胡副总参长 好吧 请副总长 谢谢 副总长 苏清泉委员 这次的休案里面 特别是针对杨英雄委员 提出有关提到的这种 所谓619炮战 重要战役 我想请问一下 整个台海之间的 这种互动之下 发生战事的情形 应该是不少 到底有多少尝试叫做重要战役 整个的 因为大大小小的 非常的多的战役 但是重要战役 我们是 目前是 这个823跟619 这两个是我们 只有823 619吗 目前我们根据 这次目前 因为这个是有人提出来了 所以才说有 我想到底这个什么叫做重要战役 可不可以请国防部来做一个 说明 我们希望一老永逸 我们希望一老永逸 把这个问题一次解决 不要在这边搞一个 一下619 等到过两天又跑出一个 我不晓得什么战役出来了 特别跟国研报 因为战役是大大小的非常多 那因为没有提出来 有时候战役我们也是 因为年代很久 我们也并不了解 那提出来以后 我们就用823 国军没有战时管吗 没有战时单位吗 战时 现有的我们都检讨过了 都检讨过了 除了这个 目前看到是619 它是超过823的这个 这种强度 所以你要看 超过823强度的 叫做重要战役 我们现在的基准 我们现在的基准 为什么要用823做基准呢 是因为它新闻媒体 它的冲击力大 所以国防部在这里 你这边也想了 就是说你要认定 对不对 你要核定 是不是 你要核定为这个 关系到国家安全之 重要战役者 那既然叫核定重要战役 你不能我们今天谈619 因为有619 在提案说明说有619 所以我们就把619 说它是重要战役 我再跟你报 因为我们都是按照这个 这个我们一个重要战役的一个基准 我再请问一下 我再请问另外一种方式 台海两岸的炮击 什么时候终止 大概67年元月份左右吧 67年 68年 好我想请问一下 在这个炮击的时段 有没有金马地区的居民受到伤害 有 那这样子算是算是他们的身份 是不是自卫队队员 这是我们的老百姓 但是不是自卫队员 不见的全部都是 那有没有自卫队队员 受到伤害 应该也是有的 应该有嘛 那你为什么不一次解决呢 他难道不在作战吗 各位报道 有些事必须要举证 也有一些程序 举证 那很简单嘛 医疗伤害的那个医疗证明 就看到了嘛 炮弹商级嘛 是不是 我觉得 我的意思是说 国防部这边 先态度上面 只要为国家 因公受伤的 作战受伤的 我们都应该要冗重 而不是说 我今天委员提出来什么 然后就说什么 你这个被动不对啊 主动一点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所以我觉得政治 这个文字上面 我觉得可能都还要考虑一下 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更涵盖得更完整一点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请副主委 谢谢 副主委 委员好 副主委 您了不了解 我们有自卫队的地区 是哪些地区 只有金门跟马祖 只有金门跟马祖 那么他们是志愿参加的 还是强迫的 强制的 强制的 他们在参加的期间 接受过什么样的训练 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你了解吗 我了解 你了解 是 他们最主要的是 根据民国45年 我们动员勘乱时期 临时条款第四条 所规范 那么国家必须要成立相关的 有关于这个 动员勘乱的 有关的这些大政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 其中有一个叫设立 有关于的战利政务 那么这个战利政务里面 就律定金门跟马祖 年满16岁以上的青年 他都需要加入自卫队 那么这个自卫队 女孩子 大概到35岁 除役 那么在这个 男孩子在50岁 除役 那么在他们服务 金马自卫队员期间 他们必须要受 一年两次的 两阶段的军事训练 平时都要参与 军事有关于 伤员救助的这些勤务 也有去协助 我们这些运捕的工作 那么整个的 金马自卫队员 他们其实在任何炮火之下 他们也是饱受威胁 还有需要什么 再继续说明吗 在76年 我们解除戒严了以后 这个就临时开乱 这个开乱时期的 这个临时条款了 就同时终止 在81年的时候啊 那么就停止了 这个整个的战力政务 那么同时那个时候的 我们的金马自卫队员 就没有再着急 他们在执行勤务的时段 他们是不是视同军人 现在这个是由国防部来认定 国防部 自卫队的队员 在执行勤务 协助国军执行勤务的时候 他具不具有军人身份 应该不具备 应不具备 所以他受伤了 跟军人的一般的退辅是不一致的 他没有退辅 不一样 这个简直是歧视到极点了吗 报委员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现实 那我们现在在认真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说跟委员报告 在这次在103年的时候 委员把这个619炮战的大民国47年 6月17到6月19号 艾森浩总统绑发的期间 那个中共整个一个对金门地区 要抛击了17万5千8 那他因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事件 而且对整个金门地区 我是讲原则性的问题 当一位自卫队的队员 在替国家因为军事的需要执行勤务 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样来看待他的 他是军人身份执行 他受伤是比照军人抚恤 还是不比照军人抚恤 报委没有 那我想按照这个逻辑 志愿义务一的军事官兵 如果受伤是比照正规的 常备部队的军人的抚恤 还是自己有退伍 他的这个义务一的抚恤 我们所有的军人都有受到 我们现在抚恤条例的照顾 现在我说过去 既然讲历史的过去 过去的所有的志愿义的 所有的义务一跟志愿义 也都受到抚恤条例的照顾 好那既然义务一跟志愿义都受抚恤 那为什么在作战的时候 这个自卫队的这些官士兵们 他们就没有 队员们就没有受到这个应有的对待呢 包委员这个地方啊 你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们要分成两个层次 其实这个涉及到 我一开始担任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的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国民兵役的问题 包委员这边跟委员做一个补充说明 不可以 包委员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在民国84年8月15号 有定办一个 金马自卫队员伤亡辅恤的给予的办法 但这个办法在91年的8月又废止了 那这一部分就是刚才委员所提到 当年受理自卫队员员申领的抚慰金 那因为还有一个时空的限制 那这个整个抚慰金是 到89年8月16号截止 总共合发了138件 那这里面包含了金门有132件 连强有6件 那整个抚慰金发放是 1亿4千多万元 我觉得人家抚慰金这个事实过 我讲了今天是一个观念问题 我这边请辅导会跟这个国防部 思考一个问题好不好 时间稍微有 因为今天没什么质询 我再把这个事情讲完整一点 当他在执行勤务的时候 自卫队员在执行勤务的时候 他视同军人 他被叫过来去做一些训练的时候 他也应该视同军人 他的服务期间就应该被列为 他在服务公职的时间 所以他应该得到适当比例的 如果发生状况的一些抚恤 以及相关的退伍的一些给予 应该有的优惠 待遇 这个都应该比照 为什么要讲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到了日后 我们在推动国民兵役 我在这一任期没有办法了 但是我相信我们迟早会往这个地方走 推动国民兵役所谓部分工作 部分时间来为国家奉献的时候 他都应该有一个比例原则的对待 对不对 都应该有个比例原则在下 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得到全部的 全部的所谓的抚恤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得到适当的一些退休辅导的一些优惠 所以这个地方 我请国防部跟退伍会思考一下 过去的这状况 历史的背景 我们也都了解国家的人力财务 各方面都有困难 但是现在要重新建立制度的时候 何不妨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 去全面的思考 有部分的工作时间来替我们政府 替军队服务的 替国家服务的 他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给予 全职的是什么给予 当发生战争特殊状况的时候 又是什么样的给予 做一套全盘的 好不好 我再讲一下 像美国的国民兵 陆军54%都是国民兵啊 这个才是真正的要注意到的问题 将来我们也不可能 这个就是说 有这个是完整的这种这么大的庞大的军队 一定要靠一些部分的军队来 其他的人来支援 所以这个情况一定要把它准备好 好不好 好 谢谢 以上 谢谢委员 谢谢你委员 本次议程已经登记咨询的委员 除了不在场之外 均已发言完毕 报告及刑答结束 本次会议由委员萧美群 将启程林玉芳 邱志伟等 提出书面执行 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答复 委员口头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 或要求补充资料者 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提供 我们接下来进行审查 请议事人员宣读 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条例第二条修正条文 宣读行政院版本的 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条例第二条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退出一官兵如下 一 志愿服一定年限之 限于军官士官士兵依法退伍除役者 二 服军官士官士兵依 应作战或应攻治病伤或身心障碍 于退伍除役后 生计艰难需长期医疗或救养者 三 服军官士官士兵依 曾增加民国47年823台海保卫战役 及其他经国防部核定之 关系国家安全之重要战役者 金门马祖民防自卫队曾增加 前项第三款之重要战役者 仕同退出一官兵 其生效日期由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辅导会报请行政院核定 但曾参加民国47年823台海保卫战役者 自中华民国90年1月1日生效 前项第一款人员所需 服现役之年限由辅导会 拟定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接续宣读 委员杨英雄等18人提案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退出一官兵如下 一 自愿服一定年限之现役军官士官 士兵依法退伍除一者 二 服军官士官士兵役 应作战或应攻致病伤或身心障碍于退伍除一后 生计艰难需藏起医疗或救养者 三 服军官士官士兵役 曾参加民国47年823台海保卫战役及其他 经国防部核定之关系国家安全之重要战役者 金门马祖民防自卫队曾参加民国47年823台海保卫战役及其他 经国防部核定之关系国家安全之重要战役者 士同退出一官兵 前向生效日期由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报请行政院核定 但曾参加民国47年823台海保卫战役者 自民国90年1月1日生效 第一项第一款人员所需服现役之年限 由行政院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拟定 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宣读完毕 讨论 你要不要 这不会什么补充说明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就是我们有跟 共同过了 办公室有 有哪个版本 基本上来讲我们行政院版的版本是比较精简 它的用字比较精简 但是它里面所有的精髓 条例的跟服务照顾完全都是 完全是一样 同意行政院版本 好 依据行政院版本通过 好 第三条 宣读第三条条文 本条例之实施以辅导会为主管机关 各有关部会 直辖市政府及县市政府为血管机关 宣读完毕 好 各位什么意见 行政院 好 一句行政院版本 通过 现在有关退附会 辅导会的第二条第三条的修正桃文 已经审查完毕 送请院会审议 院会前需不需要党台湾协商 不需要 院会提出法案说明的时候代表 有本席 好 上会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